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甲的一个农场,一片宽阔的稻田迎来了收割季。 这里的水稻涨势均匀,颗粒饱满,看似平常的丰收景象,在过去的尼日利亚是难以想象的。 尼日利亚人口超过两亿,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本地的粮食产量严重不足,每年还需要进口大量粮食。 在尼日利亚,大米的价格格格外昂贵,普通人家根本就吃不起。 尼日利亚水稻的种植技术不好,备文字85的水稻都是羽氧农业,通过羽迹种植,羽迹种植它是怎么种植呢? 它是用锄头挖一坑,把种植放进去点布的方法,要么是一穴也几粒,一穴又是上百粒, 为了改善大米严重不足的现状,尼日利亚政府寻求中国企业的帮助。 2006年,中国水稻专家王学民一行人来到了尼日利亚,他们扎到这片土地上,从育种到栽培,因地质疑地进行试验生产。 一干就是十多年,王学民团队培育出的第一个水稻品种,是第一个被尼日利亚定名的由私营机构培育的水稻品种。 结合当地土壤特点,中国农业专家们还为当地农民量身定制了一种水稻种植方式,撒拨霸地。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第一霸瓶,霸瓶把这个种子和肥料撒到这个田间里面去, 然后再用霸地积压一霸一覆盖,那这个水稻和肥料就会均匀地分布在0到12厘米身后的那个土壤之中, 然后呢,在0到7厘米这个土壤之中这个水稻种植是会发芽的。 这个发芽一发起来呢,就基本上是非常均匀。 新的水稻品质,与新的种植方法,相比尼日尼亚过去传统种植, 粮食产量高出了30%,最多时甚至高出一倍。 中国农业专家们毫无保留地将水稻种植技术传授给尼日尼亚人, 培养了一大批的当地技术工人, 水稻种植技术也随之推广到尼日尼亚各地。 There is a new development in our farm unit, because we have been able to take care of the necessary needs that the family needs. We have done that through the help of this green agriculture industrial park abuja. It has been helping us, 在多年共事中,王学民与尼日尼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当地人亲切地称他老王。 除了共同关心的水道,大家经常在一起在歌在舞。 十几年来,在中国农业专家的带动下,累计为三万多名尼日利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为当地水道增产一百多万吨,一百多万尼日利亚人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 为了表彰中国农业专家王学民,当地首领授予了他荣誉酋长的称号。 现在,王学民又有了新的课题。 他希望在尼日利亚推广杂交水道、再生道等优良品种, 未来将更多高产耐旱的好种子与种植技术直接送到农民手中, 帮助尼日利亚建设非洲两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